我又在這裡喝水 喝到很大聲了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在這裡呢? 我看到現在就onlive了 我先把鏡頭打開 對了 看到有人了 我開始講了 這個live是我第二次做live 因為剛才五點多回公司的時候 我開了一次live 剛才的live下午有點感性 因為我今早就看一些 其實有很多朋友PM我的 雖然我沒有辦法每天回覆 有些就挺沉重的 譬如她說很多東西 她說很多東西 我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 但是那些事件挺嚴重的 其實都 我想現在真的很多人 面對著一個情緒的問題 或者有抑鬱的問題 有些朋友就選擇講一件事給我聽 通常其實抑鬱的人 他是表達得很好的 就是他很有層次、很有層次地 把自己的事前問後理講出來 有些我們看完之後 是會有些擔心的 因為他們講到自己 自己覺得最有問題的地方 就是他們知道自己開始有些 有些傾向、智慧的傾向 或者覺得生無可戀 那我只能看到這些 我就很擔心的 所以剛才的Live 有時間大家聽一下 都沒有什麼內容 不過我剛剛看完幾段 幾件都是這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好像有感而發 就想聊聊天 我頭髮又這麼亂的 其實都有一些 今天的情緒都很一般的 Hello Jacqueline 你好 情緒都很一般的 一來就月尾 月尾真的是很大件事 對不起 月尾真的很大件事 我經常都逃避去看這個消費 因為我覺得你看了又怎麼樣 看了你都要做的 都要用心做的 於是到月尾 你就沒辦法不看 那公司的消費不夠的時候 就要老闆入錢 然後去出糧交租 如果消費夠的時候 就很開心 就是很開心 少少已經很開心 就會想一下 要入什麼課 但是這個生意的性質本 就是本質上是很好玩的 就是我覺得是一直去 其實你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的 你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賣 有什麼不好賣 有什麼是你很辛苦找回來 是沒有人理會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是 你一拿出去 就原來大家都很喜歡 就是都 你完全不知道哪樣打哪樣 早幾天我就留在公司留到很晚 就搞了幾張照片 就其中包括這一張照片 Jacqueline 你可能會知道 我應該和你一起去買過這支唇筆 那支唇筆就是 它是四格的 但是如果我 有兩個顏色都很漂亮的 那你變成有八格 那你就很夠洗 那樣了 就是很有安全感 個人有八格 唇膏八格 其實我只有幾十支 那一晚之間賣光了 那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蘇蘇說已經停產了 就是我是一個停產的 我是一個停產的 惡夢來的 我喜歡什麼呢 它就停產了 不過我也解釋過了 就是韓國的停產很正常 因為其實他們拿著一間廠 換一換個包裝 換一換個 就是換一換個包裝 換一換個顏色 這樣他們就變成一個新產品 那他們後頭又再做一個市場 好像市場太多東西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要有新的東西 才能吸引到人 好了 其實我跳跳跳想說什麼呢 我就是想說 是的 月美的抑鬱 除了普通的抑鬱之外 真的見到很多朋友離開 那就 farewell 還有很多失驚無神 譬如有些朋友告訴你 我走了 或者我走了 有時候好像覺得 應該是人生裡沒有經歷過 那麼多人 是突然間在你身邊 一路走了去 那到一些你日常有交往 譬如你來不來都會見的朋友 他說走的時候 你的心真的會不捨得 你覺得你未來的生活 是少了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的朋友不是很多 是不是 就是你經常會見 或者是大家會掛著會見的人 來來去去真的不是很多 你一個星期有一、兩天會見朋友 那你只有幾個星期 十班、八班朋友已經很多 就是全部很完整的 但是現在就很多人會走 加上那些同事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他們走不動聲息 就是 那我就研究過這件事 就是這麼容易走的嗎 就是一個生活了這麼多年的地方 那有些人當然很難 就是有很多東西 他已經建立了 但是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 可能他其實沒有東西要搬走的 他真的拿著幾個行李 拿著一些重要的文件 那他就可以飛了 反正可能本身在家裡 都是跟家人住的 那他不會想那張梳化怎麼辦 那張床怎麼辦 這些他全部都不用想 和不用安置 那他真的他人走就走了 那最近都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 就是 就是面對著很多朋友的離別 經常都Fairwell 都不太開心 那我今天 其實今晚我又有一個Fairwell 就是剛才我擺了一張照片 有一個翼的照片 就是Fairwell我一個同事 那我的同事很好的 幫我省著 就說去吃印度的東西 因為那個是一個Clubhouse來的 那就不會很貴的 不如我們去吃吧 因為多人了 那我們去吃 那跟著呢 跟著呢 跟著呢 原來現在那些Clubhouse 都不是說你走進去就有位的 就是以前很多位的 以前是很多位是不用訂位的 那我今天進去是說 Fullhouse全部訂了 reserve 了 那最後是要買回家吃 買回家吃 買外賣回家吃 硬要去做 那整班朋友 幸好近日就來了我家 那 對了 來了我家 但是都是不捨得的 就是同事就算是 其實只是上班見 你不會放假再約他去玩 但是 事實上真的見得多個家人 而且呢 又有一種大家之間的信賴 所以我這陣子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有同事走 我請不請人replace 我自己做了算了 是啊 那 是啊 是啊 這陣子就是 昨天又告別了老徐 那 都很捨不得的 車 live很棒 我也覺得很棒 但是我經常怕有危險 就是有被人告的危險 所以我就不看那個鏡頭 我是 我沒有理會它 我自己和自己說話而已 我沒有危險駕駛 就是沒有看那個鏡頭 今天下午做了一次一程車 但是現在那些一程車 不敢播歌 因為一播歌 就連我的聲音都接近了 Hello 昨天應該很開心 是啊 昨天其實我們在鏡頭面前 看到的就是幾個朋友 但是事實上是很多人 有很多班不同的朋友 但是始終大家都是認識的 就是是互相認識的朋友 因為道別 所以大家都出現了 這樣 是啊 昨天都很晚 是啊 全世界人都有抑鬱 同意 但是面對這樣 我們就算抑鬱 我們都會有好一點和不好一點的情況 當你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告訴自己 我現在是屬於強的那個 你就要去扶一扶你身邊弱的人了 給你扶過的人 如果他可以康復或者情況好一點 他會很記住你 當時去幫他、開解他、陪伴這樣 到他自己好一點的時候 他又會去陪其他人 所以其實要這個效應 大家強勁的時候是扶起其他人 instead of 大家一起摔骨牌效應 這樣 這些是say hello 的朋友 頂住 頂住 都要頂住的了 OK啦 五月又過了 會不會回台灣總會 會啊 我都賣完了嗎 會回啊 應該這個星期沒有的 喂 為什麼我的頭這麼亂呢 每天都 我剛才不是拗完 為什麼拗完都這麼亂呢 不要再搞了 不要再拗了 有口罩賣了 是不是有啊 有的了 已經在店鋪和在online store都有 很感謝大家 其實這個口罩呢 我的母校 比利羅斯 我相信不是那麼多人讀的 雖然他有百多年歷史 但是他推出了這個口罩 如果大家反正喜歡的 他50元30個 就是一個多一個 那個質料很好的 還有顏色都很清淡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們 就是我呢 就直接跟學校買了回來 因為都不想有行政上的麻煩 計算啊 記賣啊 那些我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全部是50元一盒 這樣買回來 所有的錢就會用來幫助學校的 因為其實作為一間官校呢 不是有很多錢 還有一間學校已經夠了 很多東西要重新裝置啊 買過啊 所以這個BOGF 就是這個救生會 其實都幫學校很多的 經常都會想些方法籌錢啊 做音樂會啊 這個就是一個口罩 我想很多謝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不是讀給利羅斯的 但是他們都說 口罩挺不錯啊 可以上班挺好的啊 這樣 就跟我買口罩了 還有的 如果你要再買 這樣 在店鋪就已經有了 不用麻煩寄了 如果你可以寄的 在網絡店 它的尺寸是165 都算是比較貼面的女裝口罩 做得都挺好的 如果抑鬱真的很難搞啊 要有個方法跟她做朋友 要找一條鑰匙 鑰匙難大 一定要找到 是啊 我都很明白 嚴重的不嚴重的 都身邊一定有朋友經歷啦 而在裡面的人其實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要幫一下大家 撐一下 抑鬱通常都是沒有錢或者失戀 失去方向 或者突然間一個巨大的轉變 或者有些不肯定的事情發生 沒有錢和失戀 當然是一些很不肯定的事情 有無數這麼多的不肯定 所以你的說法都是對的 頂住加油 是吧? 無經無險又應該過了五月 又六月又透過這樣 現在五月都是真的挺差的 外面的市道 九七都沒有那麼多人走 完全同意 九七的時候真的很多人都還沒醒 我雙眼水汪汪的不是敏感 沒有敏感的OK啊今天 Hello Andy 認到兩個? Big hugs 我今天才跟朋友說 其實我很喜歡擁抱 我是喜歡擁抱 我其實是拜外國人那一套 見面是要擁抱一下 因為要感受體溫 我們中國人會很含蓄 普通朋友未必會擁抱 但是外國人不是的 打招呼就擁抱 還要擁抱 但他們會很實在 他們感覺到很多體溫 或者熱的時候感覺到對方很熱 或者對方大汗的時候覺得對方很大汗 但是我覺得人和人之間是要有些體溫 你才感覺到自己存在的 所以是要擁抱的 衛儀 你好啊工廠妹 你好啊 你OK嗎? 我們昨晚這麼晚睡啊 我昨晚沒有跟你擁抱 下次見也要跟你擁抱一下 我們是心靈相通的工廠妹 現在搞到每個人都打算走 或者聽得多了 心都想想自己會不會計劃一下 Joyce問我是不是還沒下班 我是跟同事吃完飯之後 就是回了我家吃飯吃完飯之後 我就說我還是回一回公司 第一就是我剛才零零零零走 又沒有帶電腦 沒有帶電腦就做不到Live 另外其實我桌面的東西真的還沒做完 而我今天訂了朱古力 其他要訂的東西我全部都還沒搞 還有譬如我轉菜單 什麼時候上架 我都要跟廚師去夾他們什麼時候上架 他們不能太早主定 也不能太遲主定 又要夾一些時間可以拍到食物的相片 相架 總之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雙眼水汪汪 為什麼 我昨天是 我昨天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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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錯過了看不到 是啊 有個人留言其實他沒什麼的 但是他那個戶口是新開的 他六個字、四個字 然後很多人出來說他 我看到他下面有百多個留言 然後有些人跟他和應 而和應那些全部都是 我認為就是五毛 就是他和應那些 就是不知道說什麼 有簡體字、殘體字 全部都在他的帖子下面 我覺得他們的運作就是 有一個人開了一個新帳 而隔壁的那些 讚好和和應那些 其實是他自己來的 在附近 他就繼續用另一個電話打 又讚好 那個帖子到後來吵架的時候 就是他們那幾個 我眼中的五毛 新帳的那幾個 就在那裡罵說我們在這裡留言的人 是藍絲 他說那些藍絲真是惡 不讓他們有人權 不讓他們有自由 那他們 就是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那個留言就有百多個 接著我就想看 當我按出來看的時候沒有了 原來他沒有了之後 就是他刪除了他的頭 他下面整抽會沒有了 那整抽沒有了 我就看到那個 譬如有200個留言 200個留言 但是按進去看 只有幾十個 其實有百多個留在他下面 一定很精彩 但是我又看不到 下次不要覆覆他 開個新留言回答他 讓他不能整抽我們的留言 刪除了 在家裡Fair Well 又回公司做Live 不在家裡做 因為我沒有帶電腦 第二 我真的整桌都是東西還沒做 輕輕給你看看整桌 整桌都是東西 左邊也是東西 右邊也是東西 你開這個口罩下面的 全部都是紙 這樣 剛才回來紙 只是可以簽完票而已 所以現在我周圍圍著那些東西 都是要做的 Jason 多謝我分享了一些東西 近來呼吸不到 其實今天的新聞都挺嚴重的 都是 都是 零比十的 你們有沒有一啊 Hello Dana Hello True Soul 你叫Chu Soul Chan Chu Soul Chan 好了 看這個Kenny的留言 Kenny說 今時不同往日 香港已經回歸 不是英美帝的開香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犯了國刊法 人家都有長征 我已經不保持積極做好準備 剛才有一段新聞就是 其實有很多新聞 我們不要說新聞了 不然今天的心情 龐佩奧 龐佩奧就tweet了一段東西 他就說 他今天就report to congress 就是向國會報告了 就是 他的speech 他講的話就是 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個 在中國下面的一個自治的地方 享有自治的地方 這個說法是以事實來做匯報的 就是根據事實的 美國就會stand with 香港人 比如這樣 有這樣的tweet 出來了 其實我們 我們有什麼感受呢? 說真的那句 不會因為有一個tweet 覺得有人會拯救了我們 或者這個世界會突然間有什麼改變 是覺得很深呼 就是 那件事是當我們覺得是路人皆見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路人皆見 但是就 反而在這個地方裡面 有很多人是很麻木的 這樣 或者是粗刀的人 粗刀的人 就會覺得若無其事 這個是我們 我們那種複雜是來自這裡 請問店有沒有唇膏賣呢? 因為online sold out 都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放了上網 都沒有拿到到店裡已經賣光了 所以非常之不好意思 但是我找些東西回來給大家 是有貨的 還有不是不斷的 還有很多朋友告訴我 他說他們在外國見過這隻唇膏 他說他都買 都要接近一百元一支 那我把兩支 combined了 就是百多元一支 我把兩支 combined了 那個價錢都是差不多 那他們就覺得 挺好的 那因為我是直接 在韓國買的 但是真的只有這麼少 那我現在都覺得 其實大家都喜歡化妝品、護膚品 比如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都開始在談一些 那是我用過 又是真心推介的 好了 那告訴大家 找到就再告訴大家 Lily你也訂了兩盒口罩 我知道你給你一個 即將會是讀比利羅斯的 是不是親戚、愛生女 恭喜她很厲害 很難考的 就是扣門那隻 那個頭有心底漂亮 人都會漂亮些 問心 我心底漂亮人更漂亮 但是我的頭很亂 不知道為什麼 洗完沒睡 不知道味黃的原汁牛肉 什麼時候回來呢 很喜歡很快 很想快點有 你是不是要碗那隻 你喜歡碗那隻 有湯那隻 還是一包公仔麵那隻 我都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有一段時間 台灣的貨運 就不是很穩定的 寫下 台灣原汁牛肉麵 你轉頭告訴我 你是不是想要碗麵 還是一包包那些 是不是裡面有一塊牛肉那隻 那隻很過癮的 原汁牛肉麵 Suzanna說 前陣子有朋友跟你說要移民 你立刻整個人倒到一個點 自己躲起來幾個月 那一刻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其實這個已經是有一點點抑鬱的 就是說你那些躲起來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但是你又有思考自己究竟想怎樣 躲起來不想見人 沒有心機去約任何東西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程度的depression 但是這個是輕微的 譬如你還要上班 你可以跟別人聊天 就已經是幾好 但是問題就是不要被自己沉下去 有很多人是會跟著開始逃避 出不了門口 不想約人 約了人又放飛機 我們就會留意他這段時間 可能他的情況有些問題 這段時間放飛機的指數密了 或者他根本出不了門口 情緒 知道唇膏online sold out 可不可以留名預留 沒有啊 因為他停產 可能如果我不會在韓國找到的話 我可能去別的地方買 因為台灣那些地方都有的 甚至乎可能在我的同事叫我淘寶 我可以說我真的不想 非常之不想 但是我看一下台灣那些地方會不會有 或者有沒有其他一些取代品 但是這個唇膏 如果你看到的話 其實真的挺好的 它的牌子叫 I am me me I am 跟著 me me 還是 is me me I am me me 即是我是秘密 很厲害的 它可以塗很滑 塗上去 把所有的紋都進去 進去你的紋裡 令到你的嘴是很完整 這些男人見到我們這樣 一直畫這隻手 不知道是否害怕的呢 軍事出擊 很掛著它啊 軍事出擊 軍事出擊的 是紐西蘭 sorry sorry 愛爾蘭 對不起 對不起 愛爾蘭 不少人理解抑鬱 躁鬱患者 是啊 如果你看過《一夜》 那套叫什麼 《一念無明》 那套戲是余文樂和曾志偉主演 那套戲很悲哀的 就是講這個躁鬱症 我昨天要求隨時給我抱一下 人和人之間 真是有一種真實的存在感 所以想抱一下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又覺得 那些長時間一點就不是很活動的 但無奈在現在這個時勢 就令到很多人是沒有辦法團圓 即是沒有辦法可以 譬如本來打算見的 突然間封關大家見不到這樣 即是真的會有這些情形 那這些情況真的非常之慘 很悲哀 沒有紙巾 沒有紙巾 在很遙遠的地方 暫時先不要騙著 是不是很紅 很厲害 就這樣畫上去都很厲害 台灣藍種已經加了貨 大家可以繼續訂 好吃的 已經很多人回來吃第二回合了 還有我今天才突然記起 跟同事 farewell 整班都坐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下次有種可以拿種 看看你們喜歡吃藍種還是鹹肉種 藍種就是素的 鹹肉種就是 鹹肉種 尺寸大一點 我加了禮物 放下去的 Linda就說 Online show的唇膏可不可以和Henson留名預訂 暫時沒有 因為已經是停產了 所以如果它再出 或者我會留意一下這個品牌還有些什麼出 它那些產品是挺好的 其實我不只買了這個 有別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因為你這麼多顏色 說真的一支唇膏很大支 你有多可以用得完 我這一支是有些用完的 我淺色的用完 留給你們看 我真的用得完 但我也不捨得扔 然後我會用唇筆試用 很過癮的 找到一些好東西再告訴你們 會不會做到好東西? 咦?今天應該不會了 蘇蘇提供台灣藍種的連結 其實你進去的項目 例如打台灣或者打Rice Dumpling 都會彈出來 送首歌給我聽 女方唱朋友別哭 沒有聽過這首歌 以前 女方最有印象是聽不到的話 是嗎? 我回她那句笑死你 她是飛出來留言的 我按一按下去看看她是什麼 她是剛剛開的帳戶 馬來西亞的物業會不會放棄疫情很嚴重? 不會有得放棄的嗎? 沒有人會給我錢 沒有得放棄 疫情嚴重 我覺得都有過去的 我右眼有些腫嗎? 是嗎? 咦?我昨天流眼水是右眼的 真的有些腫嗎? 我先研究一下 無論怎樣 0比10 你都會和自己說1比10 一定追得回 要堅持才有希望 是的 我們 那個1 自己給自己 好不好? 粟米肉很好吃 一包不夠厚 我們那個粟米 其實完全是一個粟米湯 所以 裡面是一點獻都沒有的 所以你會覺得很好吃 其實是因為你喜歡喝這個湯 當然那個肉粒也很棒 肉本身是我們選了這個 泰國的黑毛豬豬肉 如果你細心看 它有一些肉粒是白色些 有一些肉粒是黑色些 就是深色些 它在同一件腩裡面 就有這兩種顏色的 質感是不同 味道也不同 但是它是同一件肉來的 所以是很精心地選的 多謝你喜歡吃 喜歡吃就買多一點了 我的手額配其他手鏈很漂亮 是我很喜歡自己走路有聲的 感覺一下自己存在 都算是擦存在感的一種 有聲的 我們會覺得很開心 這隻額是淺藍色 其實是紫藍色 這個紫色 我之前說過 它是一隻很實實的額 還有我喜歡橢圓形的 因為我覺得圓形其實很硬 但是橢圓形就非常的好 沒有那麼硬 但是如果做一下覺得硬也會脫 然後就是鏈 這條鏈我都是白搭的 我非常喜歡這條鏈 漂亮的銀是很白的 很白很白的銀色 如果銀不漂亮就做不到這麼粗的 你做這麼粗的顏色就會很怪的 但是這個銀是非常白的 還有我告訴大家洗銀的方法 就是你覺得銀開始不漂亮 不漂亮的顏色 你就可以放一些煙燒粉 然後放熱水 在鍋裡煮 然後最重要是下面放一張石紙 一格子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條鏈放在上面 那你的銀器那些 那些黑色就會走光 然後就會變成很白的 多謝你 訂了口罩 可不可以明天去尖沙咀店自取 有 可以 想要一包包那些 好 知道 那你有機會如果看到有一碗 你也試一下 一碗也很棒 空氣頭現在流行 不要再 他又跑出來了 這條 空氣頭是嗎 好 有親戚剛剛有了很擔心小孩的將來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也是每個人 如果喜歡小孩 可以生育的年齡 又是只有黃金幾年 其實可能他們想有寶寶那些 已經過了一兩年 按摩的日子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都明白他們勇敢的決定 但是媽媽就不要出那麼多街 都很大犧牲的 很多事情要想 remarkn 黃飛牛賣光 我要叫 Sha Sha 加回黃飛牛下去 因為我們會訂出的 所以可以先加給你們買一邊 去偷 vara Dana就說她production with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mental illness 很多都會有的 其實我也試過有朋友 就是有人來見公 然後就很坦白地告訴我 他之前有過這些問題 他就好起來了 我也會照請的 不過經驗就是其實是很容易復發 復發的時候就要有些空間 所以其實大家每一個人在抑鬱之後 如果走得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要多些警告 什麼時候有問題就要開始自救了 或者是吃藥 這個我就贊成大家去吃藥的 如果有需要 因為很快就解決了你的問題 你再解決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的本身 解決了你的精神上的問題 再去解決問題的本身 如果不是那個精神力就會很衰弱 很衰弱就會解決不了原本有的東西 你擔心的東西更擔心 或者做得更加不好 比如有些人失戀很大的事情 之後他抑鬱這樣 如果你有抑鬱留在這裡 你更加不會有機會可以處理到情緒 或者那件事原來很容易解救的 你有另一個更好的在你面前 你就能解救到 但你自己都不準備好 因為你自己的情緒很差 或者你的狀態很差 情緒很差的人都會落盈的 都看得出來的 就像天命師傅所講的 眼神都看得出來的 患愛都很好看 也都是講精神分裂、幻覺 自己去想一些的情況出來 都分不了哪些是真還是假 蘇蘇剛剛回到家了 是的 我們一個同時的約會 蘇蘇就很晚才回到家 因為都住得很遠 王菲有什麼時候有貨? 蘇蘇!蘇蘇!王菲有什麼時候有貨? 其實我們訂貨就很快回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回 過幾天就可以聯絡大家拿的了 Hello Vivian 我朋友仔、同學仔 Prisisla在加拿大的超級市場 買了Lint 70%的朱古力 減價香港 哇!20港幣一排真的很划 沒得試萬事屋的在這邊先吃 Lint的朱古力 它有一條線的都很好吃 有橙、有mint的都非常好吃 很划算啊!20港幣 近幾個月 連我這些從來沒有想過移民的人 都想著移民 政府真的逼到人要走 是啊 Vivian說喜歡這個 就是這個 很好啊! 我會給... 不過沒得說 已經沒有了 我會給兩邊投你 你可以扭三格出街 然後剩下一些在家裡 又可以 但是沒有了 我再見到再給大家 我戀一下 Jan就說很欣賞外國的家人怎麼辦 是啊! 很明白 有些比如你有家人在外國 但其實你又可能 你自己的家人又在香港 你們就好像從此分開了這樣 是很慘的 有回台灣總買 大家買是不是已經吃過了? 是否已經吃過想轉頭買 因為這個就非常之健康 而且小小的 那我的同事都很好 說給大家先訂一下 他們不拿著了 有口罩訂這麼好 先看一下 是的 就是比利羅斯的口罩 那就是幫學校的 那我就盛讚他這個口罩 就是竟然可以是 連這個 大家見到嗎? 燈高見薄是我們的校訓 在這麼小的校章裡面 指甲這麼大 校章裡面下面的四個字 都印得非常清楚 我昨天還出了一個post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我們的校訓是薄見高燈 不是的 是燈高見薄 是由右邊讀過去左邊的 中文字是由右邊讀過去左邊的 那時候我們學的牌匾 那些全部都是 唇膏會買的 都不是 其實因為我很少 只有幾十支 就賣光了 一晚賣光了 所以我覺得方向我就知道了 大家其實都是想找一些特別的東西 價錢很超貴 要合理 還有是有一個理由是 我家裡已經有這麼多支唇膏 我還想要這支 有什麼理由呢? 如果這個理由我找到出來 大家就會很樂意去試一下 但它真的很好 那個質地 不好意思 我不斷忍你們 還有其實現在 久了一點點 它已經不是很脫色的了 很滑的 沒得賣 不要再說了 12.9 報時 雞胸肉試了很好吃 這個咖喱雞肉 我們是切到粒粒 我就解釋過了 因為想要在食物裡面 每件都這麼難咬 所以這個是適合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 或者你連咬都懶的人 就可以吃這個咖喱雞肉 我們後來就發現 咖喱雞胸肉很容易粗 所以我們就換了雞腿肉 所以你現在吃的那個是雞腿肉 就是咖喱雞腿肉粒 所以 還有這個 我們其實在每一個category 都會選一些便宜一點的items 就是故意做得它便宜一點 就是令到我們的range 裡面是有些便宜一點的東西 在這個法式菜裡面 我們就故意將這個咖喱雞肉 就做得很便宜了 至於我們那個湯 我們就那個法式的雞湯 就故意做便宜 就是跟它的成本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你吃這個 你就正了 你就懂得吃了 我大小的眼 還有眼睛小了 就是這邊的眼睛 是不是 但是我沒有得P肚 是啊 我昨天是 我在徐少華那裡走 我還送過朋友回家 然後我常常說 我的眼睛不斷流眼睛 很睏 很睏 很少的 我不夠睡 我就會這樣養 我明天 明天 弄大一點 很感謝我對香港的感情 我們真的在香港成長 前一陣子我都 跟家人的聚會 可以做些什麼呢 現在我們其實把我們出街的時間縮短了 以前你出街 早出晚歸 不要浪費時間 出去 出去 輪著節目排著 但是現在其實 我們的心想出街都是幾個小時 做一件事 去一個地點 你不會再這裡去那裡去 所以我都去了一些 譬如小時候經常去的地方 我前一陣子 應該一個多月之前 就放了譬如華富邨的照片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但是其實我中學已經搬了出去 不是很多記憶的 但是那次我就跟我的弟弟去玩 他們一去到瀑布灣 就在那裡玩片石仔 不是啊 保錡拍了那一集片石仔 他們才是片的 是一個多月之前 就在那裡片石仔 接著我就看著他們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你們小時候 那些時間花了去哪裡呢 就是學片石仔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 就是花點時間在那裡的位 那些也是自己最好的回憶 就是去到某一些時間 你會想回去重新去 visit 我們對香港的感情當然是非常之好 其實就是譬如我的成長 我就很幸運 到中學派位的時候 派到一間很好的學校 那我就住 就是最初小學的時候 我住在華富邨的 那上學其實去到天后都挺遠的 因為要搭那輛40號巴士 就由總站開始搭到去 搭到去北角炮台山道 就是了 不是了 40號巴士是在上面下來的 總之就很多的回憶 就是自己逐步逐步去走出來 所以不會對這個地方沒有感情 而我們現在說的 大家有什麼立場的看法 就是你看到一些畫面的時候 你會傾向在哪邊 比如有些人會覺得權威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乖 那就容易管你了 那他們可能會有一種想法 我們就覺得 不是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表達自由的空間 這個東西 我們一向都會享有 那我們就會非常之不可以接受 突然間去收縮去管 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都是對成長的一種反應來的 女方很好聽 是有地狗天地 普通人 有時間看YouTube 普通人我知道 你找了半天 真的找不到大合照 誰是我? 最後排最高的高妹是我 最後排右邊高妹 大眼鏡的 最後排 因為去到後期 我經常都是在後排的 我現在找不到 因為如果我要回到之前的帖子 就要回到很久了 那現在我就看回最新的那個帖子 就是那個翼的那個帖子 好厲害啊你們 很多人喜歡這個帖子 四千七百個like 右手的戒指很漂亮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右手就是這隻 這隻是我左手 右手就是這邊 這隻 這隻戒指是Hermes的 其實我都買了幾多Hermes 或者Hermes的 衣服 由於它的純銀 是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白的 它這個上面 是一隻四方形的戒指 這個戒指就是四方形的 四方形的戒指有個好處就是沒有那麼硬的 其實也沒有那麼轉的 那就是四方形 另外這隻 這隻也是有特別的地方 就是其實它跟它的鏈的概念一樣 這一部分很柔軟的 由於它很柔軟 它就不會很難帶入手指 就是可以好像有些鬆位一樣 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那麼 我很極端的 我喜歡的東西 要是極幼要是極粗的 譬如這些戒指就算是粗 那我要是就戴極幼 譬如鏈也都是 我都喜歡粗的 但是呢 我也都喜歡極幼的 譬如 這一隻就是很幼的戒指 它戴和除都很方便的 因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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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開口的 所以 而且也有個彈性的 所以就戴和除都很方便了 另外我有兩條 就是不除的 就是洗澡都不除 怎麼都不除 也是極幼的 這樣 那我很喜歡 為什麼我戴鏈和戴鴉呢 就是我很喜歡自己走路有聲 走路沒有聲 像鬼一樣 那些人說 我說走路有聲就知道自己不是鬼 有時候 如果你是鬼的時候 你未必知道自己是鬼的 看那些鬼故 自己不知道的 Elaine說多謝 你是很怕 你曾經是很怕弱人 因為很多時候 當出門口要逼自己 更加令自己不開心 你不太明白 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你是有抑鬱的 一直在吃藥 你肯吃藥就很好的了 還有要和醫生 一路商量你吃的藥 是否適合你 因為你每一種 很多種不同的抑鬱 那個需要都不同 有些你是沒有motivation 有些你是太hyper 有些你是太躁 有些你是bipolar 就是兩邊去到極端 那你這種就是沒有motivation 那其實所有的拖延症 遲到很多 放飛機的人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拖延 那它總是有一些原因 令它自己出不了門口 那它就覺得在家裡很安全 但是事實上 它又未必很喜歡家裡的環境 所以就是一個兩頭的矛盾 那你一直有吃藥就好了 那接著就另外 就在自己情緒好些的時候 我又發覺 如果你有抑鬱 你在自己情緒好些的時候 如果你幫到另外一些人 幫到另外一些在抑鬱邊緣的人 少少都OK的 那你會強壯些 那日後又會對抗你的抑鬱 回頭你都會好些 你是利迷啊 見證很多奇蹟 是的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入先人掌果子油 其實我真的有一系列的油 先人掌果子 那天有人叫我入阿福卡道 你知不知道我有一個玩意 是我很喜歡的 我是真心喜歡它的 就是日子印 日子印呢 譬如現在我寫下了一些和你們聊天的東西 接著我還會吸一個日子印 就吸了今天的日子 那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這個聲音的 是不是很好聽? 我小時候的資源就是做圖書館管理員 因為以前借書給人 是後面有一張紙 黏著一張格仔紙 那個格仔紙 後面是吸了一個日子印 那個日子印就是你還書的日子 但是你可以fake它 你可以自己家裡有一個印 吞厚一點 到你還書那天它揭一揭 那個日子它就不會再理你的 就不會說你遲 如果不是就要罰你錢的 素素已經加了黃飛油 麻煩你了 麻煩你老闆 星期日要下來試咖啡和買書 我們回了冷水咖啡 會試給大家 你進來如果你想試咖啡可以告訴我 我明天就會學做這種咖啡 星期日見你們 走心朱古力什麼時候可以賣 昨晚訂了32塊的朱古力 走心朱古力呢 這個星期日就會翻些盒的了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部門 就是接盒部經理 我有些同事的發音是說 不是說盒的 他們是說盒的 那我們就有個接盒部的經理 就不是負責接盒的 是負責接盒的 那些盒回來之後 我們就會接盒 部經理就會馬上接這個 走心朱古力的盒 那他接了走心朱古力的盒 我才可以拍到照片 拍到照片才可以上架 我覺得這個是基本責任 就是你賣的時候 是什麼包裝什麼樣子 應該要拍給別人看 所以我其實都挺堅持之前 就是翻了朱古力 因為它漏了盒 於是我就堅持不賣給大家等一下 所以我會拍一下 很好吃的 這個星期尾 我希望星期日有 如果它明天是如期回來的話 在法國 我記不記得孝哥當然記得 有國語有英文 有色的唇膏賣光 賣了 我們先去Forever 潤唇膏 Forever 潤唇膏 是一支48元的潤唇膏 有盧匯在裡面的 很多人說 蚊叮蟲咬 你哪裡癢 都可以查的 我昨天也是去到徐少華 家裡很多蚊 那我就 一見到蚊 我就癢了 我又是 身上什麼都沒有 就拿了那支潤唇膏出來查 都頂得住一下 因為其實我已經拗選了 我會不會看 曼城對Chelsea 會支持哪一隊 我想都是曼城 是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 因為兩隊都不是我最喜歡的 我會比較喜歡萬聯和熱刺的 你也是校友嗎? 對 全對 這句歌詞就是我們 其實第一句是 登高見博的 跟著就是 這個是chorus 那就是climb high sea wide 就是登高見博的意思 就是你人爬得高一點 你會見得闊一點 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的志願 還有我們的驕傲 of 比利羅斯的女孩子 這首歌都OK 都不算難聽 是嗎?都挺OK的 好啊Hilda 你完美就過來 過來香港 是不是? 我睡覺之前第一滴眼有水 是不是因為大家看到我有些敏感 我先不要搞它 看著我的live充滿正能量 多謝你們 我都希望晚上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些人會以為我為老徐哭到大小眼 那又不會的 其實它還有一點點的的時間 那天就不知道 真的 其實我們的感情 是非常之好 它好像一個大哥哥 那樣 其實老徐很大聲的 有時候說到激動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它只是一把聲已經保護到我了 嚇著嚇著 已經沒有人敢埋到身 很厲害 其實我的直播已經成為了不少人的心靈雞湯 也都是一種圍爐取暖 是的 這個是無心插流 我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的朋友 他們做的頻道或者live 我的朋友都是傾向比較認真一些的朋友 我看到他們真的花很多時間去準備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的底裏裏面有很多東西 然後再找很多時間很多資料去準備 那我又封廠妹 又預備不了這些的 沒有這一方面的可以花到的時間 那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的 其實大家一起開始 他們做得這麼好 那我就 但是我就盡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臨份前已經不行了 每晚都1比10 不是 每晚都0比10 我都要做一些一出來 做一些東西 店舖的地址 是尖沙咀的漢口中心 漢口中心就有幾邊入口的 那你就要找阿士尼道 阿士尼道那邊 那你其實進了漢口中心 你就會找到我們的 找到一些signage 因為漢口中心 是一個比較舊式的商場 很舊的 很小的 那或者你找3號小巴站 你都會找到的 很喜歡聽這些聲音 是不是那個日子印? 很棒 很有規律的 自己又會升上去 Hello 我以前應該喜歡用戴毛機 是的 還要追求每一個字 要平均 押出來的白色的邊 要夠凸 這樣 而且那些影片很介受的 很有趣的 有不同顏色的 我很喜歡的 你看到我現在後面 都黏了些標籤 很喜歡黏東西的 黏東西和吸引 你都有這個日子印 是不是? 很棒的這個日子印 我有一個同事 有一名同事 是不會搞日子印的 就是日子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麼老套的日子印 是這樣的 你用的時候是這樣的 但是你教他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在這裡 然後你在這裡教的 所以你教了這個之後 你在後面又不同的 我有一個同事 是不會搞日子印的 不知道他學識了沒有? 鮮人蔣果子油茶麵 不是煮菜 哦!OK!OK! 鮮人蔣果子油茶麵 不是可以煮菜 OK!OK!知道!知道!知道! Cold Blue Coffee 就是冷 就是可以沖出來是冷的咖啡 可不可以入B.O.H.荔枝 with Rose的茶包 好啊! 馬來西亞 蘇蘇 我要入新爺了 摺下一步 那個部門的 很博大精心的部門 小時候很想做海關 工作只是需要削印 我就喜歡做圖書館管理員 因為借本書給你削印 然後拿了一張卡出來 他那張卡又有另一個人 你不可以造假的 真的 登高健博的相反是 匯豐寧絕頂 一覽中山小 方明頂 是不是? 方明頂那是怎麼說的呢? 沒有內容的live是很舒服的 一起圍一下爐 吹一下水 聊一下 好像以前慢慢聊電話那樣很舒服 所以我提醒自己不要說得那麼大聲 還有不要那麼粗魯 有個名同事 你那個名同事 你那個名同事 現在懂得用Diamu機沒有? 我那個名同事 不看我的live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有一次幫我進 進這個釘書機 他幫我進 然後他 搞到我釘也都釘不了 釘不了之後 那我不如有責任 是不是? 因為你進好 釘書機你這樣給我 我就 沒有的 又說進了 他很煞有介事 這個釘書機沒有釘 我幫你進了 你有沒有 接著我搖晃那釘書機 是有這個聲音的 那他怎麼進呢? 他就這樣進去外面 就這樣進去外面 撞一下撞一下 我說往來做了30年OL 就是釘書機不會進去 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你上網 YouTube 如果你突然間有人 不懂得進釘書機 你去YouTube找一下 如何進釘 我想你都會找到吧 你不會這樣進去之後 放回老闆的桌子 可能我一直都誤會了 其實他才是我老闆 所以我的釘是自己進去的 日子應該文具譜可以買 日子印是有的 戴毛機難找一些 後來的戴毛機已經變了print 就是引出來 所以那隻是不好用的 那隻因為撕不起來 以前舊的那隻膠 直接釘到它白色那隻 是整個撕得起 你可以找一個刀片或者戒刀 輕輕挑一挑的角 一定能拿起的 但是現在那些膠就不行了 不行 那我就不用了 那我不如直接 在那個folder上面寫就可以了 我用什麼黏呢 如果是我這樣 譬如我這樣寫 找東西寫 那就OK了 我不用黏的 所以戴毛機有它的作用 我的節目最成功就是互動到 有些節目是有它說 沒有你講 沒有得溝通 是啊 我都盡量 大家既然留在這裡 那我當然要回應你們 才完啦 沒有理由你講 我沒有講 除非是車的live 車的live我就會之後再看 然後再看你翻 以後多些介紹我的飾物 好啊 但我來來去去都是這些的 不是很多的 這個摘頭髮的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這個是摘頭髮 它為什麼 它怎麼興起呢 就是 因為它不會枯斷頭髮 而且你摘了一條邊之後 那條邊很鬆的 你不用透過摘得很緊 那你的邊好像一條雞尾一樣 其實大家摘頭髮都是希望鬆鬆的 是不會想摘到 除非是那些all back 如果不是 你不會想摘到它很緊 自己都辛苦的 其實摘著頭髮是自己都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不要以為很爽 女孩子的頭髮很長 摘著頭髮其實很累 每天都期待我的live分享 感覺舒服 就會給我一個motivation 就是令到我想沒有內容得來 都有一些資訊 有些內容可以告訴大家 我想說 這個是這個 這個是 我一直都放在桌面 有個座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不見了個座 有個底的 這個是我小朋友送給我的 他說在日本很流行的 就是如果你相信 這個就是人家有吉祥物 這個就是病毒的邪物 在日本有些人會相信 或者玩 就是用來驅散這個疫情的 那它是怎麼玩的呢 就是要買油回去游它 它是一個 魚腳 就三腳魚 跟著就 就游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看著它 我也覺得它可以辟邪 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 我朋友一個 你可以去他IG那裡看 挺搞笑的 如果你喜歡油顏色 網上會看到很多人 將它油了不同的顏色 做不同的成品 不同的製成品 不同的成品 跟著幫你辟邪 叫ID PRODUCTIONS IDEE PRODUCTIONS 這樣 你可以搜尋一下 但我不知道我怎麼可以油 我應該自己就不會油了 但我覺得油了之後 它應該是 真的應該會辟邪 它的樣子這樣 就是你整個 就是有些東西 你看到它之後 你覺得它很神奇 但是跟你好像有一些溝通 那些東西就應該去辟邪 這個 好有趣的 其實好有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喜歡它 好 所以我一直都放在我的檯面 我又說同時壞話 它不看我直播的 所以OK的 我已經測試了它很多次了 知道釘模機的 是70口 還要釘得出來白色的 用一個凸字 去硬破壞那些膠 令到那些膠 凸出它掩飾之前的 原本的白色 多變態這個概念 其實視點31的討論 有什麼意思呢 被港台騙了收視 Legitimize他們的建制 stance 那個姿態 With high views 其實是這樣的 我今天和雪雪談了一陣 電話 Text Text 其實現在在港台的限制裏面 他又想有一些兩邊的conflict的事情 他的題目又不可以很尖銳 拿著一個娛樂的題目 就找娛樂女王 盧密雪 現在要找一些有立場的藝人 而他又出來說的 其實不多 盧密雪 因為他是資深的傳媒人 其實他都經常被杜汶澤笑 他根本就是狗仔隊的頭來的 根本就是他去創立這一種 當時新的傳媒模式 但是盧密雪自己本人 他知識真的都很廣播 很闊的 他很多事情他都會 一來口罪也好 又可以搭上嘴 所以娛樂而又黃的 他就找盧密雪 接著這個玻璃珠 經常衝出來發表他的高見 大家都知道他是藍的 在這個時候 其實也是因為他拿著MIRROR來講 所以令到大家 突然間有個話題性 但是其實看完討論 我都看了一個竹版 其實整個討論真的講 其實一直都比 如果你說娛樂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範圍都講得很闊的 就好像ERROR的最後一集 他講電視存在為什麼呢 他都做了一個表達 電視存在有什麼目的 我覺得港台這次用娛樂存在有什麼目的 然後其實就拉去中藝節目 但是其實如果他們兩個 是純粹討論中藝節目 說真的一點都不好看的 因為又不是有什麼深度的分析 他未來的發展 或者是成功的要素和不要素 其實整件事包裝完之後 都是問一下玻璃珠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啊 為什麼要說人家旺角通街都是啊 然後中間又加了很多花生 就是你自己有P圖 然後又說人家旺角通街都是這樣 其實玻璃珠的言論 就真的很看到那種的殘 和其後發展的東西 就是它一直會繞圈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多餘的 比如說你這麼懲罰有欺凌啊 喂大哥 你那些掌門人 你欺凌了很久了 你吃芥末不是欺凌是什麼啊 你吃這麼大的芥末不是欺凌是什麼呢 所以其實這樣說是沒得好說的 你站在無端端在一個位置 哇 你突然間發了到道德高地那裡 哇 不可以欺凌啊 給小朋友看也怎麼辦 所以人家就11點後才播 那PG嘛 家長指引嘛 11點後不要看電視 那是家長負責的嘛 是吧 所以其實這些真的拿來講 也都不是說 真的在討論一個什麼的論點 說說這些東西 說說不用準備啦 兵來將黨啦 反正你準備什麼 它都是插開它自己要講的話題的 其實你提出這個問題很適合 其實是沒有什麼可觀性的 但是我覺得監製和節目安排那邊 也盡了能力在它可以的範圍裡面發揮一下 又拿一些話題性來 那我覺得 總之整件事就 只有一句說話 就是辛苦了 努力說 真的辛苦了 我每天開直播有沒有壓力? 都沒有的 如果開不了就跟你們申請不開 雖然有人說不批准 昨天有一點點怯的 咦?不批准 1.3 分享多一點 我對食物的見解和經驗就好啊 我怕大家覺得悶而已 我是很喜歡的 譬如我又見到一些朋友 他們對食物不是很大的興趣 我都會希望盡量說到他們有興趣為止 但是如果你看到別人的樣子 開始覺得煩悶就不要說了 但是喜歡吃的人都多的 可以講一講的 其實我都應該 我想明天都會放一條片 其實Chef教了我們做法國的血鴨胸 在家裡很簡單的做出血鴨胸 其實我們在家裡煎一塊扒 很大件事 煎血鴨胸呢 就是又珍貴又好吃 又不會弄到整個屋子都是煙 而且非常之快 也掌握得非常之好 也都很值得去見識一下 什麼叫法國的血鴨胸 為什麼這麼出名 為什麼法國的鴨這麼出名呢 什麼的產地啊 從哪裡來啊 我放了一條片出來 才再跟大家分享 我都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我是Ellergy影響了眼睛 因為其實呢 我最近看到很多蚊蟲啊 蟲啊那些什麼很多 我猜香港最近是很多的 昨天在阿徐少華家裡 我看到幾隻蚊蚊 我已經覺得整個人很癢很不舒服 那些蚊很大隻 那可能是 真的可能是從昨天開始的眼睛 然後鼻子都會覺得有些蚊蚊 那希望明天好些 聽我的Live 法國生活上有很多東西跟我相近 不想在地上看到頭髮 我簡直是不可以看到頭髮 見蚊會痕 不是 見蚊會痕 摘頭髮覺得累 是啊 摘頭髮又累又硬的 所以我經常都用這個 還有其他時間都擺在手上 有時候我會摘一陣 但是很癢的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的古裝 比如林星夏他們是摘頭去拉高頭皮 令到自己的眼睛升起 譬如我現在這樣拉高 你的眼睛是可以斥起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大力去摘頭髮拉後 其實是很累的 你看到有些女星或者有些人說 女士年紀大就要摘頭髮了 要不然就很潮水 其實也很大程度 是他們把頭髮拉高了 令到這些位置高一點、斥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用這個方法去做 其實就很累的 就是經常好像這樣 瞪著眼睛這樣 有興趣想看電影《逐水漂流》 李麗珍、吳鎮宇主演 你有興趣自己看? 我今天都有些扭計 想找朋友跟我看電影 然後就告訴朋友我想看哪一部電影 誰知道被人拒絕了 沒有人跟我看電影 扭計不成功 我是不是文具控? 是啊 你看看我 我放在我身旁 就有一個文具袋 這個是我發現一個很好用的文具袋 有很多格 可以放很多東西 適合我放了我要的東西 就是這樣 絕對是文具控 你看看我把間尺也有我的名字 唉 是不是厲害? 這些是哪裡找的呢? 我以前 我女兒小時候 我幫她扔那些 Personalized的文具 就是模型式上面 也有個名字 那些 我扔給自己 就是一套的文具 有自己的名字 玻璃珠也不知道她是什麼 我知道她是什麼 我認識她很久 就是她完全未曾有任何演藝事業之前已經認識她 以前十點半都在奇幻朝 再久一點有個叫幻海奇情 你知道嗎? 再令人更害怕 多謝我 我也多謝你們 11點後的經典 哈佬夜貴人貓頭鷹時間 今夜不設貨 你終於買到名字的collagen 試一下 試一下 喝完一瓶 你看一下會不會覺得 尤其是比較一下 例如你起床之後 你那些骨 每天下班的時候 累不累 過了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 有些分別的是 有沒有買杜生的鴨血 我上班忘記買尼斯 我就不吃血 我不吃蟲 雞蟲 鴨蟲 那些我不吃的 好像很辣 1點半 是不是? 是啊 頭髮越窄 就越剃頭 還有那些分界的位置 因為你經常分界 經常撥它 那個位置都會高一點 是啊 老徐的小朋友 很厲害的 小朋友 問具袋為什麼會有叉 那些是相片 這是很貴的 我想告訴大家 做飯盒的那些叉 叉、筋 現在要環保 逐個計 所有的飯盒 就蓋環蓋計 在環盒計 每樣東西加起來 是很貴的 所以我其實就拿了這個相片回來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用這個叉 就是叉和筋共用 如果你要筆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可以 跟著叉就共用了 但是又不是太好用了 這樣都給你看到 我有一個相片叉 我說什麼都合聽 但我都做多些準備 找碗文具袋開袋好 珊珊你好 你又敏感 你又花粉症 花粉敏感是不是有時間的? 文具袋好漂亮 很大過氣 幻海其情很好看 但是經常都 幻海其情幾招 就是那些四人歸西 四人歸西 我覺得是很有印象的 就是打第四隻西 或者是一同歸西 就是打了三隻西 接著有人打一同 接著四個死了 就是這樣 記得以前十點幾十一點 播蒙面笑 人還有聲齒 我有沒有打針味? 沒有 不打著 不要太勤力了 八五二 我想多謝你 我想多謝你 你在加拿大寄了朱古力給我 你一番心思 但是我收到的時候 那包朱古力已經變成水了 因為它在那包裡面 那些朱古力很容易用的 其實我收到的時候 那個盒子就扁了 雖然你又已經在外面再找個盒子裝著 而那些松露 那些朱古力已經全部用光了 我拍了一張照 打算謝謝你 不過我忘記了 因為那天在店裡很忙 謝謝你寄給我 但是朱古力要寄的話 就要有溫度的處理 謝謝你 我知道一定是會很好吃的 我看到樣子都覺得它很好吃 味和牛肉麵 附有那包辣油很棒 真的很棒 它的味道真的做得很好 十三香都是非常棒的 ICQ很害怕 什麼意思? 什麼叫ICQ很害怕? 玻璃珠三合路 自三合路離婚後 真的變得很恐怖 我不知道什麼叫三合路 我今天看到有一篇文章 是完全講完玻璃珠的八字 整個命格都講完 寫那個人當然很有心機 把八字、命格整個都寫出來 然後我竟然看完 我多生氣自己 我竟然看完 然後我就 咦?為什麼我會看完呢? 然後我就把他傳給盧密雪 我說 對不起 咦?我真的看完 然後他在那裡笑 然後他就說 你要分析我那個才好看的 我說可以 我找楊天命師傅 我們就做一集 玻璃珠與盧密雪的性格 形格格分析 我會幫你盡講好話的 說說 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呢? 大家看到他 其實平時可能就是片面看一些字 但是你看到他的elaboration 他怎樣思路 怎樣去慈窮的時候 其實是利題的 其實他講很多話都利題 你會看到他沒有辦法 站在一個中心那裡去處理一些話題 逐個點、逐個點的說 他處理不了 為什麼呢? 你這個放豬在他的人生裡面 都會有一些的吻合 我看了那篇都覺得挺有趣的 雖然我看完之後很生氣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時間 所以都想告訴那個作者 你很成功 我用了那個時間看了 我想那裡有 千五至二千字 那裡應該有 我看完 是吧 《患海騎乘VCD》當年一出買到斷市 沒有記錯我最早期是歡樂 今宵裡面播出是嗎? 《學人講道德底線的撐暴徒黑警老天真玻璃珠》 我要讀完你的東西 雖然你沒有 我讀你而已 《學人講道德底線的撐暴徒黑警老天真玻璃珠》 要好好學習武道德底線的黨員們 對百姓霸權同比死還慘的精神虐待 恐嚇欺凌 好好學習武道德底線的香港左派官員 率領的團隊不聽黨話的香港市民的恐懼和欺凌 我是讀這位朋友的留言 他完全沒有標點符號 以前《美女廚房》很多人覺得是欺凌節目 那個兒子當時已經十歲已經認識分 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幸好沒有邀請我上去 我是不會上去會推的 編文這麼棒 分享出來 分享出來 我現在分享出來 接著我晚點刪掉它好嗎? 現在晚上 只有你們知道的 我先看看 有另外一個電話 我先看看 一會兒分享好嗎? 我放在我的項目那裡 但晚點我回到家裡就刪掉了 很棒 你的截圖 很棒 為什麼會知人八字? 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知道 他都說出來 幾點出生他都知道 可能他說過 以前有隻即食冬粉 好像是福字牌正都找 冬粉好吃 我很喜歡吃冬粉的 我不好意思打錯字 我自從他離婚之後變得很恐怖 以前是進取現在是瘋 不評論 我都認識了他一段時間 知道了 知道認識了他 記不見過他一段時間 《幻海其情》有一集說 用ICQ溝通的另一面 很大機會是你的靈體 接著有一集有隻女鬼走出來 這就是童年陰影 我們總會記住 某一集的劇情覺得很恐怖 這一集 我就覺得這個死人歸西很恐怖 看著他們逐個逐個死 更恐怖 你就對於ICQ這一集覺得很恐怖 不打疫苗 怕不怕香港會跟著 好像台灣這樣 不評論 因為其實台灣 之前他們保持得非常好 大家沒有戴口罩 但是香港就有個意識 是戴口罩 這樣 有些YouTuber用FBI的心理分析 就是他講玻璃珠最尾講的東西 沒有point可以講 是啊 其實沒有point 就是大家不用分析 大家都知道了 譬如他覺得要有個底線 幾樣東西 我今天和雪雪講完了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我看完之後很生氣 接著 雪雪跟我說 競爭你變輸了 這樣 最正分析 有講過玻璃珠 沒什麼了道 我半夜沒有嚇人 鴨血麻辣 鴨血冬粉 我喜歡吃麻辣的 但是我其實是流的那種 我很差的吃麻辣 不是很厲害的 以前好像是空姐 最少是中學畢業 他不是的 他應該沒有做過空姐 Hello Angela 最近聽了很多 升旗易得道 其實我們是贏了 可惜的是輸了在這個地方 講起鴨血 杜汶澤被藍絲說 說什麼 不捐血 不損血 打了豆苗 疫苗是嗎? 你不要打豆苗 你打豆苗很嚴重 打了豆苗也不代表一定沒事 繼續戴口罩 為什麼還要打呢? 其實最終基本的洗手口罩都足夠 雙方感冒少了就挺好 因為我自己不打 我就不特別講 但是其實也有一定的分別 如果你說真的很多人打了 而你不死 你打了你又不死 會有一個即時會有一些的分別 但是其實很多這些疫苗 或者你這樣打進去 血裡面 尤其是這麼強的東西 有時候的後遺症 未必是一年兩年會出現到 這麼晚還沒休息 就休息了 看到我的喉嚨腫了? 我? 我有些… 是嗎? 這麼嚴重? 你記得四人歸西的結局 是有一個主婦接走了她的朋友 但是那個主婦不是人 你不要嚇人 睡得晚上媽媽 玻璃珠的老公是婆婆 不是老公是男朋友 應該是 我沒有聽過她做空姐 可能我不知道 特地打鬥苗 明白明白 又要叫人打 又不讓人說 想怎樣 有抗體的正常防護都要做 什麼時候找說說一起Live 我們就經常都ad hoc 她比較難約 因為她很早要上班 所以她很少夜睡 我又很難很早 老公 是的 香港人堅持戴口罩 保持雙手清潔最重要 你很高膽不敢打針 是的 不打針有十萬個理由 好了 多謝大家 我講了一個半鐘了 補回一些 昨晚沒有開Live 今天大家提供了很多東西 叫我買 最開心的叫我買東西 我也要繼續努力 其實我真的有很多東西還沒做 很小的 其實做些事情很濕濕碎碎 但是又很重要 是的 所以明天再談了 還有一兩個留言 同意我的看法 將異物打入身體 很多後遺症 不是短期內出現 這個是絕對的 我們經歷過很多年代 都會有這些事情會發生 比如 以前的 最多人會有的就是 以前的某一種藥 含有很多四環數 所以 有一個年代的人 那些牙是很黑很旺的 這個就是四環數 你不知道的 你不會一打針之後 那些牙會變黑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挺大的 你看完都會生氣 所以不看 是的 其實我也要拿起一定的勇氣去看 一聽她說的 很難受 反社會人格 明白你說 多謝你的 再一次多謝你的朱古力 很有心 早上還沒睡 總有一個時間交碟 那時候她趕著上班 她看很多報紙 鬼故看章魚 明天再談 我們先搞搞我的眼 很多人都說我的眼有些中 多謝大家 拜拜